再一次强调 我们刚才打了这些一个一个的问题 这是在设计阶段 表单的设计阶段 表单的设计阶段右上角有这些东西 右边有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按了预览 预览不是设计阶段 预览就已经是可以让人家填表的 这个资料 这个表单 那我说这只是让你练习 你可以选日期 可以填一个项目 可以选收入支出 可以填金额 可以填备注等等 那我说先不要提交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预览关掉 回到你看预览关掉 它就回到了原来的编辑画面 设计画面 OK 但是我们再切预览一下 这个预览是让人家填的 你自己也是一样 你当然现在是给自己填的 自己填的总是还是希望你能够赏心悦目一点 这个表单太单调了 不好看 我们来让它美化一下好不好 来 所以预览关掉 回到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 我说右上面 除了预览之外 这个眼睛的预览之外 有没有一个像是调色盘的感觉 帮我点调色盘 然后调色盘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选择图片 你可以选择一下 你想要比如说你想要哪个漂亮亮亮的图片 这边有分类哦 公司与学校 还是要插图 还是要生日 还是美食餐饮 都有很多 你自己选 选一个喜欢的 比如说呢 好 我选这个 有 好像有红茶那种感觉 然后按插入 好 插入完之后呢 它已经帮你配一个 上面有一个图形了 那你就可以看哦 我再切到预览 哇 看到这个表单 变颜色了 本来是蓝色的 蓝色系的 现在变得有一点点 浅的咖啡色的系 好 然后上面有这样图案 是不是这样变得就稍微比较好看一点点 对不对 好 到时候自己填表也会比较开心 好 如果这个预览OK了 我们可以再打叉叉关掉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再按调色盘 好 然后你觉得这个刚才那个图片不喜欢 你就把图片再按叉叉 再重新选择图片 但是呢 你如果它这里 所有的图片 你其实都不喜欢 你可以用自己的 上传 从电脑上传 或者是相片 去找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相片 好 像比如说我想选这个 然后按插入 OK 然后你可以去调 你大概要哪一个位置的 好 假设这个位置 按完成 就是可以不要只是用它预设给你的 你可以用你自己相片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就看到长这样子 然后当然可以预览一下 看到长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就出现这样子了 可是呢 当然啦 你会觉得它配这个颜色好像不好 我用 我这个是科教拐 然后 这边是 儿童新乐园的 那你觉得配这个 有点红棕色的 不喜欢 假设我想配绿色的 那没关系 预览再关掉 回到设计 调色盘 除了图片之外 底下也可以选 它这边有预设几个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你还可以按加 去选一个颜色 比如说 我挑到绿色之后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绿色 大概的绿色 假设了 就新增 然后你们看到 这边变绿色了 有没有 还有背景颜色也可以选 我要这个比较深一点 就背景就这边的颜色 选一下 哦 比较深 那字型 你可以看到基本哦 那现在换成装饰 长什么样 它稍微有点变 再看哦 正式 变这样子 细细 变这样子 你可以自己选你喜欢的 一边预览一边看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图片 选择图片 选它现成的 选好按插入 选好了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配颜色 可是如果你觉得它的颜色不喜欢 你可以自己 重新换主题颜色 或者按加自己改一个颜色 也可以调背景颜色 就是这边比较空的后面这些 就是背景颜色 自行样式也可以改一下 你想要哪一种都可以 来请各位试看看 还有试看